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多吃一锅白米饭有多拼吗 自从上次跟同事去吃烤肉 只知道一片面包是熟的以后 我就发誓一定要吃到一次熟肉 熟成黑猫和牛汉堡肉 你也是米其林三斤的 在机器上点好肉 把飘交给小姐姐 煮出就开始迫不及待的烤肉了 本来以为这边前煮的一小锅一小锅的饭 够两三个人吃 没想到这一整锅都是我一个人的 肉与按这个量上就好了 这么小的一块肉 还想骗我再吃一锅饭 谁爱吃谁吃 反正我只吃一锅 主厨把其他的两个配菜上起以后 留下三个勺子就走了 我一个人来 他给我准备了三个勺子 这次总该熟了吧 但今天我说什么 也要给他全部弄熟 虽然不知道这锅饭要吃到猴年马月 但肉倒是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手到可以直接裹着芝士吃了 以前不是在肉里找芝士 现在是芝士里找肉吃 这肉腌得非常的入味 芝士也好香 还有生鸡蛋 给他搅拌搅拌 这一口有点复杂 何止复杂 别人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真的很下饭 米饭的颗粒很饱满 骨饮也不远煮得刚刚成 这么快就吃完了 再来一碗 这就没有了吗 有点不惊吃啊 本来只是想尝一下店里的酱油 可没想到把它放到饭上以后 我就开始后悔了 这哪是酱油 这简直就是半三神次 是那种汤之不明日面的味道 这锅我肯定吃不了 这锅我肯定吃不了 甜甜的 这家的米是有骨弄 怎么那么好吃 然后那我又吃完了 然后就吃完了 这饭怎么吃都不够了 这锅吃完 我肯定不会再吃了 为了控制住自己 这回我选择用辣油拌饭吃 里面竟然有韭菜 这是韭菜 跟汉堡又混在一起 感觉像在吃饺子馅 看对一下 他们家的桃味料 买的是桃味料 感觉都是半半神次 我们再要一锅 我们再要一锅 打磨码